來到了這個海運 這裡叫海運嗎? 不是海港城 抱歉,海港城 海運是70年代 海港城,海港城三樓 LCX 有什麼東西看? 就是Radio Ever 這個Meeting New Art World Evergarden 的展覽 那幾隻綠色的日文字 是Art,我用了Google Translate 厲害 即是開宗明義 是一個藝術展 當然它除了一些畫的印刷外 還有一些紀念品 商品 T恤之類的東西 待大家去看看 首先看外面這個打卡位 一來到LCX 就會見到五個 人這麼高的展版 第一個就會是明香 我猜它這些圍欄 到它正式開幕的時候 應該是會拿走的 現在還是屬於前期的宣傳時間 所以就叫做圍一圍 我猜一下 每個角色都是一個冬季的服飾 大衣 還有羽絨 正真志就有一件Sweater 還有初號機的Logo 你好像在做時裝KOL 就是人家Catwalk的時候 形容那些 沒錯 但是它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 其實它這個品牌都很多很多年了 一直都是用Eva Crossover的衣服 它這些插畫我估計都是給宣傳的衣服 以前在涉谷的泰士坦 應該是PACO 就有一間專門店 現在還有 但是好像沒有當初那麼大一間 好了 這些畫看完之後 我們走進去一點點 看看真正的畫展 一邊走一邊講 福音戰士對於你來說 是什麼呢?請問 福音戰士是一套很滑時代的動畫 福音戰士是一套很Cry Baby的動畫 很多 所以福音戰士我一直都不敢怎麼講 因為呢 世界觀很複雜的 是的 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福音戰士 是的 還有它背後的宗教意味太濃厚 其實呢 很多人就用很多很複雜的解說 去講 去談及福音戰士 但是呢 作者本身自己就說 我講一下而已 你不要這麼認真 我隨口說 你不要講那麼多話 不要搞這件事很複雜 那究竟它是真還是假呢 你們喜歡看官自己決定 其實如果你看到劇場版 或電影版 你是可以用一個很空白的心去看的 因為如果你太深入 你會不會明白的 這套戲 好了 我們講一下 就差不多到了這個第一個剪區 對 你來到L6中間的位置 就會看到一堆在左邊 就會有一堆握的剪片 好了 大家來看看 在場都有幾十幅畫 而應該每一幅 大家都可以訂購 我們走進去 它中間有一塊牌 是解釋了那些畫的 作者的來頭 這樣 這個 有幾位畫家的名字 有幾個我就比較熟一點 其實我自己比較熟的 是最後一位 那個Shigeto Koyama 其實應該就是 叫做 小山蟲人 是 那他就是 人物設計師 那 Greedman Hiroman Erica Seven 都是很容易認的 他那些人物設計 那另外呢 我就查過 米山墓 和這個 平蟲精士 都應該有參與過 複音設計動畫的 原畫製作 是 那個 那個 齒村建泰 就是應該是一位 平面設計師 平面藝術家 應該說 那個名字 比較生寶 那 可能是他們 業外人士比較相熟 我不清楚 那 今次就是圍繞了 這四位的 動畫家 和一個 寶雅師 去 展出 他們今次的展物 那 現在鏡頭看到的 就是 齒村建泰先生的作品 那 他就是比較具體 是 那這幾幅 都叫做 看到有一幅 如果喜歡機設的朋友 我想 會有興趣大一點 那 你看到 是印在畫布上面 在一些油畫布上面 所以 感覺 整件事就 像藝術品很多 是嗎 沒錯 還有每一件 都是限定生產的 限定多少 就沒有說 有些奇怪 通常都有說 但今次暫時 就沒有說 這個應該是米山毛 他的風格 畫工 那些人物造型 那個面孔 就跟原設 漫畫 動畫 那個feel 是九成相似的 是 他比較融入 Era 世界 這個也是 平面藝術家的作品 這個應該都是米山毛 很容易形 還有他那個時裝感很高 兩樣東西都在那裡了 人物的造型 和服飾 都是 100%重演 原來 今年就是 Radio Ever的十周年 是啊 是啊 我也記得很久 我也記得很久 我對上一次去日本 也看到他還在 但是 他之前那個舖位 就大一點 在那個 攝谷 Parko 現在就好像 搬高了一點 小了 小了一點 小了一點 這個都是米山的 他的作品好像比較多 這兩張 啊 一張是黑白 一張是彩色 好了 那我未必逐張細影了 給大家看看吧 這個 第一美藍 這是電影版才出現的角色 沒錯 也是最後贏得美藍龜的 四眼妹 嘩 這幾幅 非常之禁 這些就 好抽象 對 抽象一點 用花來代表這些 粗號機 對 但是這個黑暗中的粗號機 就容易認得很多 對 就是懂得到動畫的朋友 應該認得到 這個就真的 像你剛剛說的 有宗教意味 沒錯 有一個 突然間有一個十字架 右上角 好 這個有 有風景的 畫得很漂亮 有單車 我私以這個單車都可以賣 對 這個就是剛剛我說的 少生重人 或者少生重人 他的風格 都很容易認 他的人物的樣子 是很容易認 有看過 Erica Seven Hero Man 一看就認得他那些 他的五官 就是有點角 起角 對 雙眼和鼻 距離比較遠 鼻長一點 另外 這個就是另外一位 動畫家 對 對 回到米山 沒有的 這幾種好像之前 出過的模型 對 應該就是這兩個造型 對 認得 提提大家 正如剛剛所說 這些畫是 你不能現場買酒 但可以訂的 我不知道要給幾成訂 那些價錢 大概是二千元一幅 不是一幅一樣 但二千元樓上樓下 以我淺薄的憶力 認知 價錢算是合理的 我們不如再看看店鋪那邊 好 那你就是 會 差不多是涉獻了整個LCX 因為剛才我們剛剛中斷 然後我們去到 美近海旁的方向 這陣子都裝修了幾次 而且 都見到是真的 開了 多番遊客 在街上 都聽到很多普通話 好 這裏呢 頸頭前到了 好 我們去到差不多 尾位 就是這次的店 尺寸 尺寸也不小 好 看看有什麼買 David 是 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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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他們叫做 午餐袋 其實應該是日本人 用來裝午餐袋 有女生 有手 有趣 128元 不算很貴 不同款 有很多款 這些 沒有手 反而更貴 這個有個章 有個鐵章 做裝飾 是鐵還是 不是 是布 包了布 包了布 包了 刺繡 機械刺繡 很多款 不同顏色 好可愛 挺有趣 真是 挺有趣 但是有手 又覺得很過癮 這個 真的挺吸引 百多元 128元 哎呀 然後這個就是 商人套 枕頭 床 床鋪 商人的枕頭袋 好毒 349元 348元 商人套 枕頭套 我想我老婆不給我買 這些真的太毒 哈哈 這些太毒 這次展覽的 如果你不買畫的 你可以買一件T恤 因為上面也有幅畫 這些是620元一件 不是要畫的 要字的 都有的 減弱 減弱 T恤來說 就不算便宜 對 620元 對 沒錯 不過 這個牌子 就算在日本買 也不是便宜 也很多 以動漫T恤來說 在日本買 也算是比較貴 是的 老實說 他有一個Yenda 在價錢牌上 他沒有拍到的 這個就是750元 是不是長袖 中袖 跌博T恤 就是剛剛那個 黑暗中的Ava 咦 他有一個籃球 對 為什麼用籃球的名字呢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有聯繫一個籃球 一會可以再拍一拍 OK 有白色的 香港夏天都是再白色 對 沒錯 是寫滿了字的杯 對 日版名言杯 120元 有四款 即是那些 明場面的對白 那些 對 玻璃杯 100元 這個是那個戰藍 對 這個戰藍很帥 鞠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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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機的鞠筍 230元 哎呀 吸引 這個是刺繡T 暴走T 哇 很多顏色 橙色也有兩隻 高檔之術 綠色有隻 好像白色 這個就是一個 是Stan 這些是那些 垃板 現在很流行 對 之前好像一番照片都抽這個 現在日本真的很多這些垃板 看什麼 那些展覽 畫展 全部都是垃板 不明白你做什麼 對 我都不知道 這些就是明信片 在日本也是很貴的 對 明信片是110元 一個 另外 有幾張嗎 應該 有幾張 六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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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兩元一張 另外就是 Q裡面的眼鏡盒 OK 這個大布袋吸引 這個實際 有沒有拉鏈 這個沒有拉鏈 這個600元 600元 但是大布袋 有拉鏈 有拉鏈嗎 這個尺寸OK 對 我老婆喜歡這些 我老婆現在用的 都是漬布袋 招 兩隻色 有綠色和黑色 另外就是 水樽 水樽有5個款 最愛插板 這個長 這個窗簾 這個就是床鋪 單人的 936元 我知道我想起誰了 我想起Wenstay 就是拜登士家庭裏面的 那個 那個陀輩那個 對 我覺得很像 這個就是 單人的皮鋪 也是 930元 這個 中文包裝 寫著 人類橙汁計劃 對 不說我以為沒有拉鏈 緊急睡眠事態 和人類橙汁計劃 好厲害 他想起這些字眼 對 但最有趣的是 日本拉鏈時又給他 這個呢 這個有趣 就是 背包 這隻好像是單車 好像踩單車用的 這個 很大 這個不記得幾錢 一千二百五十元 正常價 對 有拉鏈的東西 是這樣的 剛才說過的小袋 這個有趣的 對 是否都是百多元 應該都是一二零 反而我覺得這些是吸引 這個吸引我 最吸引我 是這些 圖片又漂亮 對 對 挺搞貴 這些當它變成Q版 是很有趣的 對 鼓勵大家帶午餐 另外這個是巨大壓克力 巨大的立牌 巨大的立牌 多大 小心 這幾大 你看這個盒多大 我想應該是這個高度吧 A4的高度吧 29CM 29.4CM 整個1比6 差不多高 468元 是 有四款的 立板是很貴的 不是 這麼誇張 是的 日本也是這樣的 好 砌圖 有五個character 一千塊 是440元 有些可惜 砌圖不是這裡的畫 不是市裝畫 對 其實我們來這裡就是看的時裝畫 還有這個 這個也很漂亮 這個就有時裝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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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煩包袋 這個 是Sicco Paco版 這個 這個不錯 這個 可以買這個 有這麼多character 對 這個很抽象 對 這就是貨的 如果你不想太多人知道 你是穿著動蠻T 對 對 你心底裡知道就可以了 這些很潮 對 可以這樣嗎 對 這個是亂上去的 我後面有多東西看的 這個 香港是不是比較少見 這些都沒見過 通常在日本的玩具店 你是臨付錢之前 有一抽放在一個架上 對 但這抽反而是吸引 210元 等一下沒有錯號機 好大張 是不是海布 這麼有趣 是瓜族 真的 是布 對 這隻就是216元 我想也不是很貴 兩款 很大張 在廚房門口 我也蠻喜歡 蠻人 這裏也會買到 DVD 這個 Blu-ray 碟 有什麼呢 有一個 Block Set 這個是香港特別版 對 香港限定版的 Blu-ray Block Set 中文 粵語配音 和英文都有 這個就是1500元 另外也有散裝 對 散裝有三套 都是179元 也是粵語和英文配音都有 第四套應該未出 對 日本就出了 香港就未有 OK 可以看到 有籃球 有聯繩的籃球 挺漂亮的 這些是用來做的 這些人不會用來玩的 不會啦 Footy就有 有用來玩的 這個比較吸引 吸引 對 有 白色和黑色 有灰色 灰色 灰色漂亮 灰色漂亮一點 這些是 1120一件 1120元 咦 為什麼有件 搞東西 Bs Bs 籃球是1480 是7號球 這個籃球比較小 比較低一點的 這些就是運動的 籃球褲 另外外套 籃球外套 這件很棒 咦 不錯 這件很棒 用了以前很懷舊的 那種 抄襲的質感 也是 袋子 但這隻比較薄 這件比較有趣 這件比較有趣 左邊的袋子多大 很明顯就是初號機 很壞 只要你認識福音戰士 你看就知道 這件衣服和福音戰士有關 就是一個紫色和青色 就是這麼簡單 哇 這個屁股很漂亮 這件很帥 對 他畫得這麼瘦 就是 福音戰士的肥瘦是很隨意的 對 工體也是很隨意的 這個人 是私人嗎 嗯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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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應該都是六百多元起的 應該就是 嗯 Hoodies 啊 這件都未見過 這件是不是真的會螢光的 可能是的 哇這件好棒 真的有這麼多的print 你看 十字架 是的 這個有趣 全部都在這裏 所有的 那些叫什麼 symbols 是 那這件是會場 應該穿得一件的 皮 真的有皮的 一件外套 那 官方的資料 就應該是七字頭的 這件衣服 那後面是有勇的 那另外就有Nerf的那個print 整個大logo 好腥啊 Devick 真的好腥 有什麼EU 我先走了 我消費券 蓋不了 那 有這個 一勒的十字架 有零一 這麼多十字架 這是大家的利是 那 零零 這個又是刺繡 是的 那兩枝矛 背著這個大print 這個真的兩千塊 這個print 嘩 那 這件衣服 香港 我想 穿得到的機會是少一點的 因為真的 旅行著 其實很多衣服 我們現在都是特地買來去旅行著 沒錯 那這件一定要再去日本 嘩 超美 這件 大家如果來到pop store 會見到在cashier旁邊 就會有一個叫做免費獲贈限定襟帳 那 記住來到這裡 就可以like了萬滴香港 Facebook或者LCX的Facebook 就會有一個特別香港限定的襟帳送品 可以見到的 那剛才說過了 那些圓畫 那這裏有43幅 那 大概售價就會1950起的 有些1870都有 是的 1870有 就有十字架仔那一幅 另外有些就 2260 對 三個價錢的 1870 1950 和2260 有43款的畫 到時來到會場 你拿著一張紙 寫回你的名字 電話地址 要哪一幅畫 寫下 給錢 到時就可以獲得 要等一會 因為我想是日本製作 沒錯 要等的 我想是訂購的 好 那真的差不多了 那有時間就來LCX 拜拜